各位听众,在这个时间的文学节目里,播送小小说,送到天堂里去的礼品。 作者,法国塞斯伯隆,翻译蔡若铭,朗诵,瞿贤和。 我之所以能把跟那老头第一次相遇的情景记得一清二楚。 是因为那是在一个圣诞节的晚上发生的。 那年,我截然一身住在某城市,而且是在一个律师的家里当见习生,生活苦闷到了极点。 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,我没有任何地方可去,只好走回我的住所。 天气严寒,迫使我加快了脚步。 每逢佳节,对于无家无事的人来说,大街就是他们的家。 我是多么艳羡那些行人啊。 真的,瞧着他们,满抱着大大小小的包裹,膝来嚷去,我也就算是过圣诞节了。 我就打算这样消磨时光,挨过半夜,等一做完圣诞弥撒,马上就回住处躺下睡觉。 像我这样的人,除了在许多喜气洋洋的脸上找到节日的快乐之外,又能到哪里去寻觅呢? 这一张张的脸,好像在向我证明,人们常说的一些老话是有道理的。 我就满含辛酸来反复玩味着。 比如说,过节无非是俗套而已,倒是准备过节的乐趣,比过节本身的乐趣大得多。 现在,行人抱着成堆的礼品,从围巾上面露出来的眼睛里,闪耀着善意的光芒。 这是我想到,向别人分送礼品时,比接受别人馈赠时的乐趣大得多。 还有,一般说来,人只有自己处在幸福的时候才是善良的。 当然,这些话也不过是老生常谈。 而我当时,几乎对全世界的一切都抱着怨气,尤其是埋怨那位创造了万物的上帝。 但是,使我更加恼火的是,就在那天夜里,遇见了这么一个矮老头子。 他抱着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礼品包,差不多整个身体都被盖住了。 他穿着只有在礼节庄严隆重的场合才穿的礼服,显出是个地道的阔绰人物, 好像正急急忙忙地赶回那漂亮的府邸过团圆节。 说真的,我又羡慕又嫉妒,真想往他礼帽上扔几个血团。 幸亏我及时想起自己已经不是十岁的孩子,我有这样的念头,不仅愚蠢,更属恶劣。 嘿,好家伙,这慈祥的老头,为他所疼爱的每一个人都挑了一份礼品, 而且一心要是礼品,渐渐都能适合每个人的口味。 那么,这不是正好相反,说明他很可爱吗? 我一阵后悔,几乎想走上前去,自告费勇帮他拿东西了。 然而,我纵然心里难过,却仍要保持尊严,于是我没有那样做。 我把自己比作一头离群的野兽,或是一个穷光蛋,贫困使我变得孤傲而又沉默寡言。 唉,这又是老生常谈了。 我居住的那个城市不大,事情凑巧,四个月以后,也就是复活节的早晨,我又遇见了那个老头。 这一回,他是在一家甜食店里,兴致勃勃地选购大量各式糕饼。 他带着那种讲究吃喝的人的眼光,不慌不忙地挑选着。 看到他这副神情,我心里很感动。 我想,显然,春天到了,春天也影响到了他。 我想象着他的一家人,想象着他们一会儿将会多么欢乐。 望着他,我这个孤独的苦命人也不禁微笑起来。 他可能透过橱窗瞥见了我,刹那间,他的脸色竟然变了,变得像个极度不幸,走投无路的人。 我赶紧走开,心里迷惑不解。 后来,我把这个买糕饼的老人忘却了。 这座城对我来说,仍然陌生而又充满敌意。 但是,圣诞节又给这座城带来了雪花、钟声、欢乐、匆忙奔走的行人,白雾般呼出的气息,以及怀中用各色彩带捆扎的包和盒。 而我呢,我倒只替他们高兴,并没有为自己着想,这证明我的心已经变得温厚了。 事情或许出于偶然,或许出于我要刨根问底的潜在愿望,我又一次遇见了这个老人。 他正在礼品商店的门口,两手还是空空的。 我想,好极了,我不妨来玩一场侦探游戏,对这家伙跟踪一个晚上。 至少,我可以学到怎样做一个慈祥可亲和慷慨大斗的人。 假如将来有朝一日,我也成了一家之主,那么从经历中,我就可以知道怎样筹备一个成功的圣诞节了。 这样,我就尾随着他。 直到今天,我一回忆起他当时如何反复思考,精心选择礼品的情景,仍不由得热泪盈眶。 他是这么说的, 这是我要给一个九岁的小女孩买的礼品,您要知道,她的性格比男孩子还强。 他又说, 巧克力对于孩子们来说,吃得稍多一些才算正好,对吧? 在他的怀里,大小礼品包越堆越高,我清楚地记得,他让人在一块蛋糕上,用奶油挤出一个人的名字。 他还闭上了眼睛,心里是在盘算有多少客人,需要买多少糕点才够。 我想象着那桌宴席,但今年我对他已不再抱极度的意思了,我只希望能在宴席的末尾,有个专留给穷人的座,那天晚上,我就是个穷人啊。 这样想着,我的心情渐渐沉静下来。 我跟着老人,一直到了圣维埃奈杰他的住所,大门在我眼前关上了,窗户里灯火通明,我在那里助力了许久许久。 至今我认为,就是在那个圣诞节的夜里,我产生了想要结婚的念头。 期待要结婚,而且是迫切要结婚,还想生儿育女,总之,想尝一尝过节的温暖和赠送礼品的乐趣。 当我再度想起那个老头时,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。 有一天,我在一张无聊的小报上,读到这样一个标题, 圣维埃奈杰之谜。 于是,我就把这段文字抄录了下来。 大约已生死多日,但因该老者孤身独处,故尸体昨日时发现。 帝先生早年丧妻,儿女相继亡固,多年不与亲朋往来。 在他的宅中,发现数量惊人的礼品、玩具、食物和品酒,以及未经开拆的各式包裹。 警方曾怀疑凡此种种或属来路不明,但经多方调查,似仅出于一种难以解释的癖好。